王小菲婚內出櫃的證據接連被爆出 時候她疑似因為氣不過 直接在網上發文控訴 大S長期服用 迴京藥品 試圖損毀女方名譽 不過事隔兩天態度又突然大轉變 說自己做了一身中最後悔的事 公開向前妻道歉 承諾之後不會再打擾她的生活 一連串失控的行徑也引起韓國媒體的關注 事實上從大S宣布韓劇軍業 浪漫在婚後 有關雙方的相關消息 都會在韓網引發熱烈討論 這次王小菲事件 韓媒也用了不少篇幅來報導 詳細內容 標題還直接用 徐姓媛的前夫 為了掩蓋婚外情暴走 王小菲因為記仇失控 活該被罵等等 相關新聞也登上熱門 還有網友跑到劇軍業的IG留言 GQ姐夫說姓媛被欺負了 要她趕快回來保護老婆 但也有理性網友表示 情人的恩怨不好介入 可以開始保持沉默是最好的